Hi 我是亚瑟 我是三高 今天来讲ChairGPT AI写文案 前几天有朋友问我说 我怎么可以每天都产出资料 我回答因为用ChairGPT辅助 后来才晓得原来是他不知道 ChairGPT这个APP可以做什么功用 怎么可以这么厉害 今天就实际展示一下 当然啦 股票先来 期货我要进来啦 今天是2024年8月27号 上周五的日盘结束前就把它出金出掉 所以没有期货了 只有股票而已 昨天日盘一路刷到22000点左右 就刷不下去了 然后就反弹一路上下来 今天早上开盘的时候就走低 走到22000点就走不下去了 打住了 这时候我想哇这根本就送分题吗 怎么可以不进场呢 赶快转钱进期货账户赶快入场啦 那我以前 每次进期货账户的时候都是台币20万 因为以前一口大台是20万不到 所以我从来都没设过这个约定转账的账户 这一次一二百钱转出去的嘛 我想要转回来的时候 不够转了 所以我今天只好用一口大台 没关系 就一口大台打下去 回归初心一口一样OK 原本应该要在这边就要入场的了 可是因为转账的关系撒了一下 所以在这边才入场 入场点不是很好 但是没关系还是吃了一段 一小段转 后来进出就没有什么转 做得不是那么好 因为还没有很顺 接近中午的时候 发现涨高了 哇刚才追进去 结果追高 中间吃下来一段 停损 小停损 所以今天只赚了一滴滴而已 但是信心满满非常开心 回归啦 哇 期货我又进来了 进进走出咯 回到主题 那是用ChairGPT放大我的创作 过去写稿的时候 通常都需要写一天的稿字 那现在有AI辅助之后呢 应该只要两个小时 就可以把稿件写完 大致上来说就是我会使用AI来提供给我大多数的拥有大纲 而我去改那个大纲 改完之后我用大纲的方式再录一次我的口稿 但是这一集没有录啊 因为这集打算实际操作 所以没有录口稿 那录完口播稿之后呢 我再请GPT帮我整理一下我的口播稿 然后就完稿了 大致上就是这个流程 等一下我们来实际操作一下来做示范 那原则上来讲 ChairGPT其实和Apple的东西比较合 尤其是iOS或是MacOS 用比较厉害的语言模组去听我们的中文辨识出来 当你是iPhone或是Mac的时候呢 你可以做直接对话来做记录 之后我们再用文字编辑的方式去辅助它 把这个文稿做出来 如果是用手机的话 就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萤幕 然后这边就会有一个 这个麦克风 点一下之后 Hi GPT 你有没有听到我讲话 听到的话呢 请帮我记录下来 他就会把它翻成中文放下去 ChairGPT的App好用就是好用在这个地方 在Mac里面一样有这样的效果 一样可以和ChairGPT讲话 而GPT也会把它录下来 然后听译成文字 很可惜 他在Windows里面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没有 要开始和ChairGPT 请他帮我写东西的时候 我就会请ChairGPT先给建议 那他当然会去用搜寻引擎 会用AI就生成一些东西出来 那些东西千万记住喔 千万不可以用喔 一定要改一下喔 先改标题 然后再改大纲 嘿GPT我想要写一篇 关于用GPT写AI文章的影片 的文稿 请你帮我把你建议的大纲列出来 GPT就会给你一些他提供的建议 最好不要直接使用 你可以把它看一看之后呢 选择你哪些东西你想要做的 然后拿出来做 这个时候呢我就会把 他给我的东西 我觉得有用的先抠下来 那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就列出了 最基本的大纲了 千万不要照里面的内文去写啊 一定要改一下 所以说我有 第一段的 名称 然后第二段的名称 第三段第四段 每一段再把每段的纲要做完 大致上是这样子 完成了每个段落的 标题跟大纲之后呢 心里面大概就有个底了 那这个时候我就会依照 标题跟大纲去预录文字 就是我会请 GPT转入我的口语 而变成一个文字稿 而这个文字稿之后 可以请AI再帮我修正 让它成为 更顺畅 再来呢 人工再经兑一次 因为AI其实有时候没这么聪明 来我们来看一下 示范 例如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这一段 AI文章的最佳实践 这个时候 我们来示范一次 如果说我今天要讲 口说稿的话要怎么做处理 Hey GPT 接下来 我会请你帮我录一段 口说稿 那一段口说稿 是一个段落 段落名称叫 AI文章的最佳实践 请你帮我记录下来 我的口说稿 这个时候 我就会开始记录 我的口说稿了 各位可以发现 我讲完话之后 他几乎就可以立刻把我听译成中文 这时候传给他 确认GPT就会把我整理起来 Hey GPT 请帮我把刚刚的文稿 做基本的修正 去除明显的错误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他就把我刚刚的口说稿 错误给修正完了 这个时候呢 我可以把它复制上来 贴过来 我们在经修里面的内容 把它 操错的部分 听译错的部分 改一改 这时候这一段就算完成了 那其实一篇文章也就没几段而已 那这样子就完成我整个的稿件 有些时候 我们讲口播稿 很无聊 那内文我根本不知道配什么涂上去 还好 像我家有很多宠物啊 有时候会配一些宠物的照片 可是有时候我希望插图能够跟内文有点合 那么你也可以让AI去帮你做生成 可以让AI 根据每一段的内容去帮你生成该有的图片 那目前 搜索引擎不会对于AI生成的图片 降触及 所以你可以让它自己生成 当然啦如果你希望有更多的风格的话 也可以自己架 这个图片生成的这个伺服器 但是我偷懒 我都用Chair GPT帮我做 来我们看一下怎么做 Hey GPT 请帮我 把刚刚那一段 生成三张 合适的插图 好让我做使用 请帮我生成多张插图 各位可以看到 我刚才请他帮我那一段生成一些插图 说要生成了 他如果说我觉得不好 再给我 两张插图 这样子 我就很简单 轻易的 获得了可以使用的插图 那就可以让我们的PowerPoint不要这么无聊 这一篇 这个插图就是由 这个Chair GPT帮我做的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 Chair GPT的额外用法 Chair GPT 它不是只有坐在电脑前面才可以 这么正经的把事情做完的 其实你可以利用苹果手机的语音对话功能 就可以善用你零碎的时间 例如说我会用我运动的时候 做家事的时候 散步的时候 通勤的时候 利用我家重温的时候 我就会挂着耳机 然后和Chair GPT讲话 我可以和AI用对话的方式 去问他事情 去学东西 而且也可以请他 帮我解释一些复杂的东西 口语化 甚至我也可以录一些我的讲稿 事后再请他做大纲的整理 跟标题的下注 像是我明天要PO的那篇文章 80%以上的内容 就是我先 转录好我的口说稿给他了 然后我们再做大纲 然后再做标题的载录 我们刚才前面点那个麦克风这边 他就是帮你做语音辨识而已 如果说我今天点那个耳机这边 点一下 Hey GPT 有没有听到我的声音 我没有办法听到你的声音 但可以透过文字 来与你交流 想要讨论什么 我想要讨论 却GPT有哪些额外的用法 现在GPT有很多不同的用法 除了回答问题和提供建议之外 还可以用来执行许多 好啦 我们不要来浪费我的时间 各位可以回去用手机试看看 自从有了却GPT之后 我就可以散用我各种零碎时间 然后把我的idea全部记下来 把稿件写出来 那接到这边 我们明天见 拜 我感觉一下 干嘛 咱们 穿过全身的恩彩 不断 究竟 通过 就是 到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